大學念的就是心理系 那其實那時候就還蠻明確自己喜歡的方向 你要看我們中心的海報 你看我這個像兩個老公公的頭髮一樣 因為小朋友很直接 其實當你有反應給他 他回饋給你的都是他很直接很自然的反應 只要你很有心就是很用心的跟他互動 他表現出來都是他真實的樣貌 外展的話其實就是本來我們會在某個地方等待 但我們現在就是主動的觸及到外面去 然後就推展我們的評估者服務 香蕉和西瓜很好吃 民國99年開始已經最遠到離山 那只要我們可以連結上資源的 比如說衛生所 有個案需要我們去服務的我們就會去 他們主要問題是認知的問題 在山區裡面這些家長可能陪他們學習的機會其實很少 大部分孩子就是自己管 所以他們相對於都市裡面的孩子 他們的學習認知的能力是會比較弱厚 所以我們就會把我們評估的孩子 覺得有問題的就轉介給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會有一些社工然後去做服務 站在一個兒童心理師的角色 會希望孩子都是開開心心順順利利 雖然我們說孩子還是要面對一些挫折 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去處理他所面對的挫折 那如果沒有再有足夠的資源去幫助他們 他可能在他的人生的早期 就會遇到很多很多不愉快的經驗 那對我們來講那個對於心理音格的發展 對於心理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小朋友就是要快快樂樂的長大 那我覺得我們遲緩的孩子遇到的問題會是 因為他們本身的限制導致他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困難或是發展上有一些困難 所以如果沒有幫助他們 他們就不太可能快快樂樂的長大 所以就是我覺得他們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孩子都可以開開心心的長大 PLE 牙絹 去 提醒你 感谢观看